SANU SANU 搖搖就是山高雄俊大的意思 我看到都是花團景座 只有在這個區塊藍色綠色 我有看到類似像山的結構 可是又有點像建築 對 就是它 我就從台灣山林石頭的造型 把它結構又重新再組構 組構的過程當中 就像陪小孩子在玩積木 像是一個宇宙的軌道 或是說星球的軌道 那種感覺 那上面又有很多小球這樣子 要有一個律動感 所以它就是一個滾動的狀態 這個有點像是飛鏢板的感覺 這邊有一個要射過去的感覺 這是一個同心眼 然後放射擴散出去這樣 曾雍寧是台灣第一位 使用原子筆畫畫的人 至今持續二十年 它把單調的原子筆 透過點線面構圖成繁花似錦 所下的功夫很驚人 老師你現在這個工具是什麼 彩色鉛筆 為什麼不能用機器削 因為機器削就會削得太尖 就會把燃料都削掉了 老師你這張藍色的底圖 是用了多少隻筆到目前為止 目前差不多180隻 那那個線條是怎麼形成 有的是橫的 那有的是像魚鱗片的 或是海波紋的 這個東西是它自己形成的嗎 對 它自己形成 這是你筆觸這樣一直堆疊 然後重複這樣上下筆 又這樣交疊之後 呈現出來的質感 所以你最大的量 曾經用過六隻 對 一次拿六隻 那你這個手指會不會受傷 會 手會不會受傷 如果我從高空往下看 我就會覺得它很像是 體貼的感覺 對 這個系列叫硬頸 就是硬頸 硬頸 硬在水面上的景色 然後水面上它有像 我就像童心圓這種把它壓扁 就像那些水波紋 或是本來的團花的造型 可是當我們在往這邊走的時候 我就發現 這個尼斯湖水怪就出現了 是不是 所以剛好就是三角形的印象 我就讓這個畫面的空間更活潑 我剛剛在一個距離看的時候 我看到你這個有點像 球果的這顆花 它有一種閃亮的感覺 因為你這個原子比中間 有一些留白 你的留白產生的效果有點像 Bling Bling的感覺 對 有點像亮亮的感覺 我女兒就說 你怎麼用我畫指甲的那些飲料 其實不是 它是另外一種壓克力飲料 像這個地方有一種切割感 就是好像在混沌當中切割開來 這個手法很特別 就是讓它一個空間有一個交錯疊出 但是這個是秋天的感覺 對 就季節在變化的時候 它那個環境的顏色在變化 所以有很多秋紅 對不對 所以你畫圓就真的非常圓 相對比較圓 也沒有正圓 沒有辦法正圓 我不是GT的人 90%就能圓 對 因為太熟悉了 所以你可以畫得非常花好月圓 曾優寧每日和線條為伍 近年也把壓克力顏料加入畫中 那這個紅色的像湯圓的呢 這也是也是也是壓克力顏料 也是壓克力顏料 但是這個有虛虛的這個綠色 這個就是原子筆 對 那剛好我這個背景部分 我把它處理像冰液文這樣 對 麵仔老師你的筆塞有夠多 有夠精彩的 剛才那一下是四年來 所有的原子筆你畫的 對 你真的畫在畫布上面的 畫在紙上是不是 來自鹿港的曾優寧 本義大美術碩士油畫組 原子筆頭非常小很細嘛 所以優寧你本身又長得高頭大嘛 我覺得那個反差很大 因為剛好我的名字又叫曾優寧 那個寧字 像是女生的名字 對 像是女生的名字 然後我的畫面又是那麼 那麼粉彩那麼亮麗 然後又那麼多細節 曾優寧使用原子筆做畫 方便 直接 又原色 但也很辛苦 他的筆觸理性幾何 卻畫出山水 花束巨石的浪漫 天旋地轉的引領觀者 定盡著他那不可思議的美學樂園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